讓我們才能夠說這個地方要不要 不然很多問題都是一個選擇去拿 不是示威 是選擇 我再先解釋 謝謝 這個行為員跟我們的指教 請 這個我想說 市責跟大會建議一個結論的方式 一個可能 所以這個第25頁 因為剛剛薛老師也提到 其實還包含這個周圍高攤地的檢討 因為這都是新北的範圍 這個高攤地的檢討部分 當然今天公務局的代表也提了說 他們也經過多方的評估 但是今天的這些資訊 可能沒有充分的反應在委員會 讓委員了解說 各方案都已經考慮過了 確實這個周圍土地 畢竟這個抬高是一個方式 如果能不抬高的狀況下 當然也考慮到 剛剛也說了一個蘇菌的概念 就是把河道挖深 一個就是把河道加寬 這個可能性的部分 我覺得他這個全面的 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我是建議說 下一次用補充說明的方式 讓提到委員會做一個定案 因為今天委員滿多疑慮的 這個狀況下 其實這個結論原則上是盡量能夠 以不抬升的狀況下蓋心橋 能夠保留這個狀況是最好的方案 那當然如果說經過再審慎的 把這些的補充的研究資料在 提給委員會去說明的話 讓下次的會議再做一個比較精準的定步 那提醒大會參眾 謝謝 好 如果委員還有是他議員 這個我剛剛嘗試建議的方向 這個我們自己內部打一個 打一個 看到沒有套照 那現在又打回來了 這個主席很抱歉 那還是要說清楚 就是說請專委再說清楚 就是其實今天這樣子 那個後續的事情 其實我要提醒就是說 公務局這邊可能也說明一下 有些事情非抬高不可就要講清楚 那抬高了以後 其實要說服委員 未來說不定有機會再把它放回原位 如果你真的在現況下是非抬高不可 那很多情況沒有講 那譬如像高攤地整理 現在都是可以行 但是現行的情況下沒有辦法進行 但是抬高並不是說 將來沒有辦法放回原位 那你在什麼情況下 那些如果高攤地消掉 那你就可以放回去 那這些也是一個讓人家說服說 現在我們讓你抬高 所以你這些都沒有 那文化局沒有辦法幫你背那個責任 文化局代表 應該是這樣講 現在現實遇到的狀況 就是我們下一步應該送水裡噴氣 那當水理署看到 你的房屋高層 並沒有達到我們的計畫性的高層的時候 這個水裡噴氣其實是沒有辦法過關 就在計算水裡的計算上就不會過關 而不是您剛剛講 我們把這個拿掉這個把 那個水裡計算在審查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計畫高層 說我們兩頂高層就是不對了 所以我們這個工程很難走得下去 這個我剛才講就是說 專業之外問題 當然專業問題交給專業回答 那專業完了以後剩下的他還是一個溝通 就是說如果說你都溝通不了 內部也溝通不了 那可是對外主委講說 都是人家這個在阻撓 都沒有溝通能力 這也是我一直在這邊一直提醒大家的 就是說專業問題 本來就丟回給專業嘛 那專業講完了以後 專業 我前幾天在問這個 這個市長請了一個何能的來演講 他講的這個福島食品進口 搭搭搭 都是對的啊 問題是大眾接不接受嘛 那就是另外一個溝通 他也講了第二階段就是溝通啊 那現在要你們去做這些問題 就是專業回答 我相信委員也都聽進去了 但是你怎麼讓委員 讓外部能夠接受你這個方案是對的 是可以接受的 這是溝通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這樣聽 我也不是說隨便亂建議 那剛才這個新委員也特別又幫了忙說 我們也是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你抬高這個有哪些不好的 或是還可以勉強接受的 那不抬高那是有怎麼樣 這也是我們在這個兼顧 剛才講的水裡專業之外 要不要去觸碰的 大家都不去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就等於是這個 美國的跟日本人在講話 你怎麼講得通嘛 對不對 他不懂英語你不懂日語 那那就完了嘛 所以我覺得問題應該 大家在這些方面思考會比較好辦 但是我剛剛嘗試這樣去做建議 意思就是說 我這樣聽了你們的講話 委員的這樣期待 我說我們對委員的期待 不能去放棄 就是說能夠這個有方法不必抬高 我們在過程裡面接受管制 公開徵求方案 那隨時可以終止 你要到新建還早得很嘛 你那個新橋要開始建 建之前都可以翻案啊 對不對 那但是你們的期待 我們也聽到 就是說我們讓你這個 抬高的方案繼續往前走 但是這個過程 要公開的揭示 程序的管制 所以我才要求文化局 你要在這個方式要能夠抓住 不能我們今天結束以後 如果大家真的都同意 你不理文化局 文化局也不去管 那你把我們委員會當碎了 那就不行嘛 我講的這個意思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我這樣建議 你們能夠開誠 布公接受嗎 剛剛委員也提到 那沒有說A或B是絕對的啦 那但是就是看 專業出來了以後 你如果說經得起考驗 那你要能夠去說服人家 那讓人家知道說 你講的可能跟他想的是一致的 因為大家都是保護府齊嘛 好不好 如果說大家覺得可以的話 我還不是恢復剛才講的一個建議的方向 那我們呢 反正下一次還有這個 確認這個結論跟會議記錄的機會 你們在下一次能夠把這些東西 都能夠提出來 那整個過程是公開揭示 真有外部的建議 或是指責或是挑戰 我的分析就是這個樣子了 那在過程裡面 你們一路先往前走 但是 隨時會被否決終止嗎 那你們要有這個心理準備啊 要不然你的專業權位跑哪去 好不好 如果大家委員 可以接受 我們是不是朝這個方式 但是委員的建議 大概再稍微說明一下 好啦可以就不要再說了好不好 可不可以走嘛 還要搗蛋嗎 可不可以走嘛 可以我們就照 可以走的話 你要負責啊 那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我剛剛已經講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允許向前 但是公開揭示 程序隨時被管制 那你會不會被管到 那就是你自己要認真努力了 如果外界提出來 對你的挑戰成功 那你說要我們委員會怎麼去背書 這樣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是要拜託委員說 你們的誠懇態度 是值得被信賴 應該是這麼講嘛 是 好不好 大家看看委員有沒有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持續監督嘛 那下一次的這個確認會議記錄之前 你們相關的這個資料 之前能夠提文化局 轉這個全部委員 能夠來給我們來這個挑戰 質問指導 好不好 好 可以的話我們就這樣 我們進去下一個安置 謝謝 提議案4 市定5級 陽明山中3樓 修復再利用計畫 提議案4 陽明山中山樓 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案有有關中山樓 修復再利用計畫 提供審議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4條 古籍修復再利用法第13條 事實施案 請問 計畫質問 請問 請問 邀請本市文字委員、詹天權委員、劉竹英委員、禮賓委員召開審查 本案經福利台灣圖書館審查通過後 於106年1月25日檢送修正報告書及修正意見對照表 提送本局辦理審議 本案依據普及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13條提送本委員會進行審查 那接下來就請提案單位進行檢報 國立台灣的科技大學來做檢報 謝謝 好 我想這個案件就像當時邁人所報告 就是說大家可能覺得很特別說 為什麼中山樓是由台灣圖書館在管理後 這是因為教育部接管的關係 那就在教育部裡頭找一個單位 所以其實台灣圖書館在管理這邊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就希望說是不是有一些活用的可能性 然後事實上目前他也已經面臨到很多屋頂損壞相當嚴重的問題 所以就很急著找一個單位來幫他們做這樣的調查研究 那因為他們經費也非常有限的狀況下 那不太容易找到那個調查研究單位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要幫他們這個忙 所以就接了這樣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簡單的介紹一下就是中山樓他的興建 本來是為了紀念國父百年誕辰 跟附近中華文化所興建的一個建築 所以他採用中國傳統建築的樣式 然後他是在民國五十四年興建 然後五十五年就完工 所以他的那個興建時間其實相當的短 然後後來呢成為政府舉辦國宴 召開中央會議跟接待貴賓的一個重要場所 然後在民國八十八年的時候 指定為台北市紀念興建築物 然後到九十四年的時候呢 正式指定為市建築物基 那我們這個概要研究以後 從日治時期這個地方的一個發展開始進行 所以最重要這個地區在日治時期 曾經作為台灣博覽會的第三會場 那其實原來當時所建的一個建築 其實對後來中山樓興建也有一點點影響 那當時的這個興建原有 是本來是有一些國防研究院的畢業將領 他們希望送一棟住宅給蔣總統註售 然後但是蔣總統認為說他沒有住宅的需求 但是他覺得有一個需要一個國際會議 這個大型的會議空間 那尤其是當時有一些國外的貴賓 就覺得說我們為什麼沒有一些 表達中國建築特色的一個建築 所以才會有這棟建築的一個興建 但是因為要兼顧這樣大的一個機能 所以在當時的經濟能力還沒有辦法來做到 所以到民國54年的時候也是國父百年誕辰 所以再重啟了這樣子一個興建的計畫 然後組織了一個國父百年誕辰中山樓興建委員會 然後來做這樣的計畫 然後也包括了今天的國父紀念館也是在這個計畫裡頭 那他的基地就選在國防研究院圖書館的後方 也就是剛剛講的日治時期的博覽會草山分館的後面的位置 那我們在這個文獻收集過程當中 其實也找到相當多的資料 包括說其實當初開始規劃以後 就發現他因為所在地相當的不容易興建 有他的困難性 所以他其實需要的興建費用相當的高 需要八千萬 可是當時蔣總統是希望說 盡量在三千萬裡頭來做 可是事實上真的開始做的話發現不太可能 所以是先核定了三千多萬 然後後來再用追加的一個方式來完成 那原來的設計 第一次出來的設計模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那個重延 是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子的一個重延 然後其實平面也有一些改變 然後比較大的改變就是在前洞的部分 所以基本增加了一個地下室 然後還有這個防衛的空間 還有那個憲兵的寢室 那事實上整個進行的過程當中 都是一邊做一邊進行變更設計 所以他其實不像我們一般會扮演 第一次變更或第二次變更 他其實是一邊做就一直修改的方式進行 那他施工期限又非常的短 他首先他因為必須要整地 所以我們看整地其實就相當的辛苦 因為他有這個開始做了以後 發覺有很嚴重的這個硫磺的問題 所以就已經有一些延遲 所以最後真正那個建築跟室內裝修的時間 就變得非常改 然後可以最後的階段 也是分三班二十四小時趕工 施工一天最多一千四百人同時在那邊 然後負責建築師修德蘭建築師跟他的先生 他們兩個就是分頭就是永遠就輪流在當地那個監工 那這個是當時興建過程的一些紀錄照片 這都是紀錄照片 然後事實上在興建的時候面臨很多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其實就是下面的這個硫磺器的問題 因為開始做以後發現他的溫度非常的高 然後如果繼續開外的話他可能會爆炸 所以說他們就開始請教國外是不是有這樣的經驗 然後發現其實國外也沒有在這個硫磺器的上方 興建建築的一個經驗 所以他們只好去找台灣的地質專家 然後他們的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把裡面的這個地熱導引出來 那所以他們就做這個導引的管子 然後基礎也做這個多層的這個鋁箔油毛沾 來包起來來避免這個硫磺器造成這個建築的損壞 然後還有前面的那個牌樓的興建也非常辛苦 因為他的那個坡度相當陡 那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如果要做那個擋土牆 又怕說反而會後面會更容易損壞 所以他們做了採用那個自然可以安定坡度的 這樣子的一個45度的這個回田坡地 然後設計也設計成101階的一個受制型的這個階梯 然後下面有噴水池 那因為前面這兩棟建築所在地 他的那個地質也有一些差異 就是後洞的那個硫磺器比較嚴重 所以他們也把這前兩棟分開做獨立的設計 然後在中間有做伸縮縫 那落成的時候呢有非常有那個將近十萬人去前往參觀 然後當天十二日的中午也舉行了那個在大餐廳舉行午宴 然後那個西式的餐點是由原生大餐店來負責 那關於這棟建築的那個設計師是修正蘭建築師 然後呢他其實當時呢就有 除了這棟建築之外他也做了一些其他建築 也是具有這個傳統中國建築的一些特色 然後在新店委員會裡頭呢他也特別 因為有大多數都不是建築背景 所以也特別邀請了這個黃寶瑜建築師來擔任顧問 那陳藍的廠商呢是榮工處 那所以當時榮工處主要承接了大部分的這個土木建築的工程 然後其中有一些材料跟構建呢就由一些小包來承擔 那後來建築完成以後的這個使用 在這個蔣總統跟這個顏總統的時期呢 他是舉行國家重要典禮跟重要會議 接待中外賓客的一個地點 那到了蔣經國總統的時期呢 最主要就是作為國民大會的一個開會場所 這也是大家比較熟知的 然後李登輝總統之後呢 就少部分作為一些參會的空間 然後也開始租借給民間或其他政府機關 召開會議使用 那管理單位最早的時候是由這個陽明山管理局 但是因為他的那個管理經費相當龐大 所以由那個行政院補助 那後來才轉到這個臺北市政府 然後因為其實也是業維護的經費比較龐大 所以由那個教育部這個地方來那個管理 然後本來因為後來是因為那個國父經典館 本來是國父經典館來管理 後來國父經典館歸那個文化部 那這個中山樓才會變成是由這個台灣圖書館這邊來接管 那這個中山樓他建築的特色 他其實跟因為原來的日治時期所做的那個草山分館 就是台灣博物館草山分館 其實就已經興建了一些建築 那後來就這個圖書館跟這個講堂 原講堂其實也是在原來的基礎上 就原來的空地上興建 所以其實原來就已經有一個軸線 然後在這個軸線上興建 然後中山樓有跟著這個軸線繼續去興建 那所以呢 他可能因為當時考慮整個地理環境的關係 所以做了這個軸線 那今天來看的話 他也非常符合這個風水的一個構想 就是後面有靠 然後前面也有山 然後兩邊都有山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空間的特色從地下室來看 他在四個角都有這個防衛室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槍口 然後一樓的辦公室現在作為會議廳 這個也是原來包括室內設計的部分 都是秋澤蘭建築師所設計 然後也保存了大部分原有的裝修 然後還設有像壁爐啊 還有內部的一些隔斷的一些雕刻 那會客室的家具分成中室跟西室 然後也都設有壁爐 然後跟一些這個雕刻 裝修非常的細膩 那這個貴賓室也是 那現在已經作為一個這個多功能展示室 跟這個樓使室 比較有特色就是中間那個竹子的雕刻的一個隔間 然後因為原來他是作為一個這個 臥室跟起居室的一個設計 然後還有兩個廁所都有不同的設計 然後還包括有箱子間 就是放那個行李的地方 所以那個箱子間設有外面的出入口 然後就是可以不打斷這裡面的一個生活的方式 那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修格蘭建築師有提到說設計的時候呢 其實他並不了解像這種元首級的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蔣夫人還有特別帶他到家裡去看 要怎麼樣能夠保有這些很重要的人物的生活的一個私密性 必須要進行平面空間的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也進行過便能設計 好 那這個是二樓有比較多的這個居住空間 包括有起居室書房 然後甚至包括有餐廳跟這個小廚房 當然後來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改變 但是這個地方的特色就是說 他的住樑的彩繪沒有那麼鮮豔 就是比較樸素 然後門窗的形式都相當的講究 然後他後來變更設計比較大的改變 就是在角落的地方設那個廁所跟衛浴設備 這樣子他一方面又可以連接這個寝室 然後一方面就是當他們在裡頭走動的時候 然後外面就是外面可能都會有一些隨乎 然後不會每一次都要驚動這些隨乎 然後更有特色的一個空間 就是這個中華文化堂的大型會議空間 那他其實也是因為那個硫磺器的關係所以 後來舞台有做一些抬高 所以他的那個座位是兩側前面有在起鞘起來 然後中間有一個凹下去的那個攝影盆的設計 然後餐廳是現在的一個國宴廳 他是為了考慮說有非常多人來開會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吃飯的地方 所以特別設 然後這個餐廳也設有舞台 然後上面有很大型的一個公燈 但是因為他的廚房是在一樓 所以他是有這個設電梯 然後送到四樓的配膳室 然後再送到餐廳 那他原有的工法的一些特色 他因為興建時間非常早 所以他的那個基礎其實都是獨立基礎 然後外圍色的細樓 然後我們有找到一張圖示 他那個基礎板跟基礎的深度都各不相同 可能是考慮當時這些地熱還有這個地質的狀況 所以設計的非常詳細 然後他前洞是RC 然後後洞中央是SRC構造 然後兩側是RC構造 然後屋頂也是把中國建築的一些特色 像重園轉間還有捲棚屋頂跟卸山屋頂 都運用在這個地方 然後降屍的記憶的部分 特別引人注意的就是這個彩繪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參考中國彩畫的一些元素變化而來 然後門窗的部分 有些地方也都做了非常細緻的雕刻 是從那個夏商時期的青紅器的紋路變化而來 然後還有這個貼金的裝修跟這個琉璃做成這個 做成的裝飾 然後這些雕刻很多都是由修澤蘭建築師所設計 所以如果仔細看他的作品的話 他在很多作品裡頭都會加上一些像這樣子的 那個由文字變化或是文樣變化的一些雕刻 然後還有宮登的設計 原來設計了20種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並沒有辦法20種通通找出來 那也有找到一些圖樣以外的形式 所以可能在這個固定當中也進行一些變更 然後他這些很多浮雕都是由那個泥作四家 這個大稻成像石郭德松所承作 那因為這個現況的調查 我們會發現因為硫磺器的關係 所以說因為他那個通把硫磺器導出去的管子 可能已經有一些堵塞 所以現在開始回造成了樓板的一些裂縫 那會發現他現在地平有一些抬高的狀況 還有就是屋頂的損壞其實非常的嚴重 特別是屋頂轉折的地方都有積水 其實事實上現在在裡面是用一些接水的方式來解決 那因為修復屋頂會有需要比較大的經費 所以很難做一次全面性的一個修復 那結構體的部分在2013年的時候 有專門委託結構鑑定 然後確認結構並沒有變形或者特別下線的問題 所以可以知道當初新建的狀況非常好 那我們只有發現還是有一點那個裂縫 在一些可能真建的地方有一些裂縫 那所以我們針對他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然後來做他再利用的一些評估 那他的最大的優勢就是說他的環境清優 然後製成一個就是外界不太容易對他有所打擾 然後如果在大家聚集的時候比較就是外其他的人 不容易進去干擾 然後他非常具有教育性的意義 還有這個歷史文化的一個意義 所以在這個意義也是特別需要彰顯的部分 那再利用規劃 當然他作為一個經驗性的建築 然後作為開放參觀其實當然是最好 那在只是說這幾年因為政府能夠編在這個部分的維護經費 其實是有限 所以造成維護上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台灣圖書館當然是希望說 有沒有可以引用這個民間的資源來活用的一個方式 所以就會希望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再來提出一些構想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說他其實因為只有單栋建築在活用上是不太容易 所以就分成短期跟長期來看 就是長期的話會希望下面現在必屬於國家公園的原來的青春的那些建築群 現在都荒廢在那邊 如果那個部分可以一起來活用的話 他就會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只能就中山樓本身來講 來考慮再利用 所以我們只能就這個目前的狀況來進行討論 那所以要因為現在有在考慮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有民間可以來進行活化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利用他的特性 然後因為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特色 就是說建築本身有特色 所以這樣子的地方是不是適合像藝術品這種 比較高價的那個來做一些使用 但是當然大家會說這個硫磺器的問題 那如果硫磺器 因為現在藝術品拍賣 常常是不需要把那個藝術品擺到現場 所以他會是用一種那個閉路電視 然後來看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是一種可能性 然後還有就是婚宴 因為他有很大的那個餐廳 然後周圍的環境也非常好 也是一個可能可以舉行婚宴 加上會議廳的這樣一個方式 那我想我們最重要 從文化資產的角度就是要去建議 哪一些部分必須要現況保存 然後哪一些部分是部分保存 還有哪一些部分是可以做一些再利用規劃 那我們在這個調查研究所 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也把它的原因講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原來是表現建築價值的重要的空間 我們就希望他是要維持現狀 然後維持現在的裝修來做現況保存 特別是總統特別指定 或者是修建築書特別規劃的重要空間 那有一部分空間是因為後期整修已經有一些改變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其實可以部分保存 就是保存原有的特色跟價值的部分 那有一些部分其實就可以做一些再利用的規劃 那其他還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他是附屬性空間 或者是服務性空間 室內並沒有特殊的裝修 或者說後期整修已經都全部改變了 像這些地方其實就可以進行這個再利用的設計和規劃 那修復原則的話盡量是要維持建築的外貌跟室內裝修 一些我們剛剛講特別有價值的空間 但是除此之外還要進行結構跟材料上的一些弱點的補強 然後強化這個防災 那修復的方法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這個硫磺器的壓力的一個檢測 就是剛剛講到那個問題 那其他就是有裂縫的地方 特別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屋頂的整修 那我們就根據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編列一些預算 就是第一期先修這個屋頂 然後其實可以同時做這個改善硫磺器 跟這個硫磺器造成的損壞 那但是因為可能經費編列 可能沒有辦法一次編那麼多的時候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個優先順位 然後第三期跟第四期就是不影響結構跟使用安全的一些功效 那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就是比方說地盤或者這個壓力的檢測 還有一些現有的這些傢俱跟文物 因為還是有非常多有珍貴的文物 這些部分可能就必須要再用特別專業的團隊再來報獎 好 那以上就是我出的報告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國立台灣圖書館中山樓 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補充 首先就是我們這個中山樓的修復跟再利用計畫 整個案子是在我們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國立台灣圖書館在102年正式接管之後 那我們發現整個中山樓的整個營運不是相當的容易 所以在105、104年的時候有跟財政部申請一筆補助款 那個初餐前置作業計畫的一個補助款 那當時候財政部有一個要求就是說 那中山樓是一個設定古蹟 那依照相關文字法的規定 他可能要先做一個修復跟再利用計畫的一個完成 所以我們在105年的時候委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就是王老師這邊幫我們把整個修復跟修復再利用計畫 把它提出來 那目前整個我們在國立台灣圖書館這邊已經完成了期末報告的一個審查 那依照我們的進度就是送到市府這邊來做一個文字大會的一個審查 那首先做這個補充 那這個計畫其實後續我們會跟教育部來申請 在修復的部分一些計畫經費的一個申請補助 好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他是指教教育務員 針對這個案子的用計指教 請來請 主席 因為我有參與過之前 有國家公務員也委託了做各項什麼BOT等等 大概差不多有10年了 那變化非常的多 那這個案子 現在是那個圖書館在管理 是屬於教育部 那其實早期是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我個人在看這樣的歷程 第一個 我都覺得應該文化部來主管 那第二個呢 或者之前有討論過 就回歸國家公園系統 你從史基或 monument的角度來看 那第二個為什麼他過去一直有問題 就是說他的那個流氣很嚴重 每年的維修費都多達到1億 所以其實你不管是圖書館來管理 或者是你要把它做 他在營運上是有很大的困難 當然如果從修澤蘭建築師的設計跟早期 在日劇時代辦過這個國覽會 還有縣政時期的角色 其實中山樓 我覺得他的歷史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那因此呢 如果照過去那樣的做法的話 其實民間當然也沒有人有人力 可以把它管理得很好 那我個人是建議說與其這樣子 不如應該國家好好的來做 那現在其實我們台灣都缺乏一個 早期就要做國家國賓宴會的場所嘛 那為什麼不從另外一個高度來思考 那青春那個部分其實是要整齊 因為旁邊有個宋溪 他硫磺氣非常的重 那他那個硫磺的問題影響了 他現在整個那個硫磺一直流到那個養德大道 一直到教室研習中心 下面都是硫磺氣 那早期在日劇時代是一條溪的 是一條硫磺溪 所以旁邊有接到 因此我覺得這個計畫當然老師們 是做了非常的用心在做這個研究 那至於未來的維護管理在利用 其實是真的是需要從常思考了 那可能也不是研究單位的問題 是整個政策裡面來確定 以上謝謝 謝謝 那個這一帶都有那個硫磺溪還有噴濟溝 有很多那個特別是西邊 西邊還有一個那個一個 什麼 一個硫磺溪 那個那個內帶 特別是這個叫二樓三樓還好 但是一樓那個大會議廳 那個附近的那個地板 那個都是琴磺啊 或者熬進去啊 可能是地板的阿西有可能有問題 那地板有問題的話 可能是下面的基礎可能有問題 那的話不是很簡單 不是表面的一個維護 可能短期長期的 可能修復可能要考慮 謝謝 好 這個案子做完了 大概有個事情 不曉得有沒有檢討得到 就是武器的問題這個事情 我們去看這個相關的配置裡面 這個檢報檔的第二頁吧 就是封面第一張的版面這裡 上面我看 好 這上面有看到一個叫做排樓 我不曉得這個部分算不算是古籍本體 因為看到我手上也 那些調查報告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就是最後這個 我不曉得可能在某個地方 有一個 有寫到兩個字排樓 甚至管理單位都有提到下面 前方的九龍壁噴水池 是不是古籍本體的部分 這個有沒有在這裡 因為到最後的檢討 沒有處理到這些部分 然後修復的內容 大概都沒有討論到這一部分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是古籍的檢討 這個圖片好像沒看出 這個就是排樓 這是入口 這個就是排樓 這是排樓 這是圖片的檢討 這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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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 沒有的話我們 那個 那個 還是研究單位 要不要 我先回答一下那個 Mia老師說的那個 所謂的古籍本體的範圍 這個問題 因為當初在指定的時候 過去沒有特別去寫這個事情 所以主要就是以那個 定留土地範圍來 就是本體它其實就是以那個 麥號碼來指定 那這一次其實這個委託單位 因為是以他們管理的範圍來委託 所以包括排樓跟那個下面那個 其實都在這次的範圍頭 所以在那個修復費用 還有那個其實我們 還有它的那個破壞條件 其實我們都有做 那只是因為 就是光那個建築本身 就已經有非常多的東西要報告 所以就沒有特別報告那個部分 所以在調查裡頭 它是列為這個對象 但是因為過去 本體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文化局有需要的話 因為過去有很多古蹟 其實都沒有針對就是本體 一個一個去講那麼清楚 就過去的指定方式 跟現在不太一樣 那這個就是看未來 要不要做一個整體性的確認 那 如果我有審查的話 我一定會要求你寫這一部分 就是古蹟本體的確認 就是到底應該寫 有寫一節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後面一定要有提案 這個提案 這個報告就是重要的提案 所以到底要或不要 你可能這邊現在說明清楚 後面就可以提案 不然誰再來提這個事情 上面報告 因為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報告 是 好 那我了解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 憲恩老師所提到的就是 的確就像我剛剛所報告的 它其實現在那個角落 就是地熱最嚴重的那個角落 已經開始出現一些樓板的爆裂 然後有一些硫磺物 已經堆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建議 因為它可能是因為當初用這導引管 其實是有效的 因為它以今天來看的話 它能夠維持那麼久 其實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只是因為時間也過了很久了 所以那個導引管是不是 內部可能已經有一些堵塞 所以其實它也是現在在修復裡頭 比較迫切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像詹老師也有去看現場 也有特別提出這個問題 現在要特別去做 所以它不是表面上把它那些除掉就可以的 其實它必要從下面開始解決 然後那個對郭委員提的那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非常同意 就覺得它應該要不然就是王浩布 要不然就是國家公園來做一個整體性的管理 其實將來在另一方面會比較好 那目前在最後的階段 其實已經有一些立委來關心 所以也希望說後來在中央部會 會有一些更好的調整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王老師這邊 那我想站在股基管理單位 國立台灣教育館 這邊我有幾點要補充 也回應老師這邊的問題 首先就是股老師所提到那個 到底中三樓的部分 我首先還是把整個我們今天報告 其實只有局限在中三樓本身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整個歷代 包含青春 真的是相關的管理單位全屬複雜 所以不是很容易去突破 目前的一些管理的困境 所以我們當時候是說 其實我們都了解在當時候 1993年還是92年左右 國防部就已經跟教育部有 算是聯手了 有推動整個中三樓整個園區的一個BOT的一個計畫 但最後也是因為輿論跟一些因素而無疾而終 後來99年以內政部 楊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他也是推動了一個相關的一個計畫 但是也是礙於那個輿論的壓力 以及環境 算是說大家對於這些環境的一些議題上的一些壓力而屈服 那其實我們 雖然從國父紀念館後來一波到國立台灣圖書館 但是還是在整個教育部的所屬底下 那整個案子其實 剛剛王老師有提到一點點就是 到底屬於文化不外屬於什麼 目前有立委在關心 這確實是沒有錯 那其實台北市政府本身在102年 剛當時候應該是好文斌好市長的時候 有特別請他的副市長到中三樓跟教育 就是到教育部來提說想要經營管理中三樓 這個部分也讓這邊參與的委員也了解 所以整個目前的一個狀態是 與其讓他閒置或者說管理上的困難 我們倒不如國立台灣圖書館自己來思考圖貨 怎麼去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營運管理 所以我們才會在財政部那邊 申請了一個前置作業費用補助 那不管如何 真的是管理的費用相當的高 但是我們國立台灣圖書館的一個 預算方式又是所謂的作業基金 那圖書館本身能夠 能夠每年有多少營收收益 確實的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只是在目前自己能夠做好的一個情形之下 盡可能來做好中三樓的一個管理 那相關的例如說那些硫磺器的損害 真是造成我們整個 算是說管理維護上相當的一個困難 這個我們都了解 那目前呢 其實也沒有太多的一個突破的方法 那至於說有委員提到就是說 在會議廳的一個部分 我這邊先說明一下 交易部在今年的年初 已經同意補助我們大概500萬的一個經費 做中三樓文化堂那個地板 拱起的一個部分的一個改善 那至於說基礎有沒有可能損壞 雖然在這次的一個修復跟再利用計畫 沒有去特別的提及 但是他當時候 他做這個計畫有把當時候 修復蘭建築師當時候 他們在保護那個基礎相關的工法 有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想說 至於基礎有沒有可能損壞 那個 確實在這個計畫上 我們目前比較沒有辦法看得到 所以王老師這邊也不可能做一些開挖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邊做一個補充 那至於說古蹟本體 因為委員提到的問題 確實我們沒有注意到 但是我們一直以為說 所謂的管理機關在施定古蹟 就是包含所謂的 我們那個概念上 就是包含我們的中山樓的建物 以及牌樓 因為牌樓也算是 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底下的那個九龍幣 也是我們有特別要求 王老師在這邊幫我們把修復費用 把它雇出來 以上說明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我也有很多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照案 還是要求希望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要印刷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節討論 因為我們的委託裡面一定有一項 文化資產價值是評估 現在報告的張姐好像沒看到這一節 這裡面就可以討論這個文化 那這個古蹟本體的到底包括哪些 我曉得王老師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想我們可以在前面那個古蹟的那個部分 可以再說古蹟本體保存範圍的建議 我們可以再加 可以再加 可以再加 因為我們那個合約裡面一定有一項 就是那個寫在文化資產那個呢 一定有一項叫文化資產價值是評估 有這一項 不是在古蹟本體裡面講 我覺得建議還是有一節單獨討論這個事情 對 我們有那個古蹟價值的討論這一節 只是我們沒有特別 就是在針對所謂古蹟本體的那個範圍的這個劃定 這個部分沒有特別寫 因為當初指定的時候是用地號或者說門牌號碼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其他的古蹟也有碰到 所以我最近也有說是不是文化局內部號科長那邊 也可以固定我們把那個名詞講清楚 到底什麼叫做那個古蹟保存範圍定多土地 我覺得把這幾個都一弄清楚 然後我們會把那個地方補進去 謝謝 這次調查研究不是文化局的責任 因為文化局當初定的時候一定有很多的 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錯誤 就是透過這次調查一定要把這個文化資產價值這個部分要釐清 我們會把那個範圍把這個部分講清楚 謝謝 好 這樣可以嗎 就後續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是這個原則上通過 那就可以把它補正 好嗎 然後再下一組都可以 就這樣把它補正 好嗎 好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進去下一個案子 審議案5 案有大安區近南路3段50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醒審議 依據105年11月16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數字第25號判決書文字法第178條規定 古基石定職廢職審查辦法及立實建築登錄審查辦法辦理 辦理情形 本案本案建物原系大安區明輝里前里長陳黃浩先生於100年12月向本局提報 並經103年2月辦理文字會開案之後 經文字會第5862次會議通過登錄為歷史建築 並於104年4月28日公告 建物坐落於大安區懷申段三小段296、297第一號等僚B土地 建物為同小段98建號 目前半點行情 因所有學人華南銀行故夫大安區 該景南路3段50號建物登錄為歷史建築 於104年5月向本院提起宿院 經本院宿院委員會裁定104年12月判決宿院駁回 是 華南銀行序於105年2月向台北高等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經四次準備停止延遲辯論程序 奔赴於105年12月28日收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結果如下 一 書院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和訴訟非由由被告負擔 訴訟辦訴主要理由摘述如下請各委員詳述判決書的內容 摘述一 原判決對本件公告細徵 建物為歷史建築之程序即台北市文字會之主成 細徵建物會堪文字審議等程序均認為無瑕疵 二 原判決認為原處分應與撤銷主要理由在於 對原處分內容室內有必如宋楚一層入住 內部空間格局據職務宿舍特性等事實面之敘述 認為與實際中央有所出入 故原判決可認文字會具有判斷餘地 但正因文字會有判斷餘地 故上述微物之事實對於本件判斷是否重要 能應回到文字會來判定 請各位委員詳判決書第21頁 本局依據法院判決書的意見及文字法第1718條規定啟動 井南路3段50號建物文字審查程序 於106一月邀集張委員、張委員、黃委員、蔡委員 以及黃市建委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文字審查的會刊 或是結論如下 本案大安區井南路3段50號建物文字審查 價值審查專案小組織會刊意見 依文字法相關規定續送台北市文字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在要如下 1、本建物具1960年代美元時期住宅外貿形式特徵與類似風格 包括中型獨物住宅、加強專造構築、前後院配置、前門浪與日光市、視覺通透走廊、 法式拉門、觀音石片、煙囪糧、落水斜、屋頂等 建築規模於美元時期建築中屬高階建築與金保存之美元建築中掃現 據稀掃性因權動保存、維持歷史建築的身份 2、建物外觀、屋頂狀況不錯可見煙囪 外採用1950至60年流行自絲版片 並與片之間對接處理施工細緻 煙囪下方可見兩爐口有使用的痕跡 內部因後期整修遮蔽必無法探知其現況 建物一樓內部格局大致維持原貌 建物架構構構狀況據外觀推測因素良好 二樓並未進入狀況未明 三、依據資料顯示本建物現為考試院院長宿舍 宋楚瑜省長任內期間作為省府台北招待所 宋市長議程短暫於此居住過 專案小組會刊後並就高等法院撤銷歷史建築登錄處分理由進行討論 一致認為建物具有文化資產的價值 因維持歷史建築之登錄 原處分業經高等行政法院撤銷確定 故建議盡速提供本委討論 有關本建物相關建築圖之 本局頁項本市建管處調閱 相附件六第四九到五十頁 其他補充資料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事行細則第七至一條 辦理文資報告相附件七 這為檢南東三五十號地基圖 跟都市計畫圖 這是會看當時的照片 這是建物室內格局跟會桿情形 這是煙囪處的 該處面的右側與左側的內部的情形 這是煙囪 建物的煙囪 以及下方兩爐口 此為1955年該建物竣工圖 廚房一角平面圖處 而紅圈圈處處是當時推側 當時一個那個煙囪的位置 這是1961年第一次針見 廚房一角平面圖 紅色框處為線煙囪的部位 而在1961年第一次針見的圖中 有出現爐火的一個立面圖 那據推測 該爐火的位置 因屬陰在此位置 1961年第一次針見廚房處的剖面圖 文資價值評估報告 創建年期西元1955年 建物及定住的土地所有人為華南銀行 管理者為華南銀行 現況為出租考試院院導住宿舍使用 價值分析 近106年1月12日專案小組委員勘查 結果一次針對文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財務規劃跟登陸範圍理由請各位參考 你辦 本案請同意登陸井南路三上五十號建築 為本市歷史建築 建築名稱井南路 歷史建築名稱井南路三上五十號 總類宅地 位置或地址 大安區井南路三上五十號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基地東側幾名中華民國工軍總部 沿井南路兩側區為1960年代 美元時期住宅建築群若分部所在 內部空間格局據美式住宅規劃之特色 具體表現出具特定歷史時期 建築風格與價值為地區發展歷史的見證 二建物由華安銀行於1955年 興建為地上兩層加強磚造建築 中型獨戶住宅 外觀為斜屋頂兩落水平 有前後院配置 前門南與日光市 觀音山石片貼飾之 煙囪壁面等 顯見於現金保存之美元建築 據稀掃興 三1971年陸續曾出租與前中央銀行徐柏原總裁 作為私人住宅使用 創處於任省長時 短暫出租台灣省政府作為台北招待所 近年則出介於考試院作為院長官邸 是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下第一 第一四款 評定基準 六保存範圍 建議全動保存 本案提請本園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解放結束 謝謝 各位審議委員 各位長官 各位先進大家好 本人代表華南商業銀行 出席本次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提出的相關意見 本行該土地為民國44年 向廖德修廖宗信先生合法購買取得 建物則於44年由本行自建合成 並於56年間增建附屬建物 該建物44年間到60年間 皆作為本行高階主管宿舍使用 僅於60年4月到70年4月出租給前央行總裁 徐國元先生退休後當住家用 並無所謂歷史民族居住過 且依105年10月26日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內文表示 犧牲建物是否具歷史建築之核心 如入住民人對犧牲建物經評價具歷史建築之影響 就係以量或職所載民人 於台灣歷史之定位及重要性並非相同 進而推論各位先進所稱民人究竟定位於政治或是歷史 建網開來所稱歷史人物無依小存於是 再退一步想如省長為民人那不下20年 屆時台灣四處皆有民人居住且應登陸為歷史建築 令各位委員表示煙囪確實使用過 那試問該建築於民國四四年興建 在那民生凋零的年代家家戶戶是用瓦斯還是用煤炭 如果用煤炭起火煮水炒菜 那煙囪有沒有用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那試問哪個年代飲食文化處理方式的工具 以那個年代的處理方式工具作為現在評論 視我為歷史建築依據 是否合理 一個建物的成立定是當年代當時的文化、技術、材料及工法所為之 就好比台北101大樓也只能在近代完成一樣 而且目前鄉下建築仍以加強專照為主 它並非是什麼年代技術代表 而是要看要試蓋幾樓而定 而外觀貼是何種材料 以華南銀行當時的整個成就 不過是買燒好的材料 也不應變成當年的技術工法代表 而我們目前所了解各位委員所依據的定論 皆以主觀方式呈現 而本行所陳述的論點及所提供的資料 皆比不上里長口述或曾經看過的舊照 而且所謂的美援實習住宅 殊不知本建與美國駐台 在當時的美軍駐台有何相關 且該建物並非美軍方面興建或有任何美軍活動紀錄之建物 完全與美援實習的相關歷史無關 也建請各位委員無需在意文化資產保存法 就本建建物登入為歷史建築 謝謝 謝謝 其他還沒有補充的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還是請教 今天大安區公所跟明輝李辦公室有沒有要發言 因為今天有出席 今天我們的主席 各位我們市府的機關的代表 還有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華人銀行的代表 以及各位關心的各位的 包括我們里長 那我是市議員李慶元 這個案子從多年前 那我就個人就非常的關切 但是我對於剛剛華人銀行的代表 這個到目前為止還是這樣的說法 表達非常深切的遺憾之意 華人金控也好華人銀行也好 是觀古色彩極為濃厚的企業 目前華人金控台銀跟台灣人壽 純觀古所佔的股份打25% 其次主要股東叫星光人壽也只有3%多而已 所以他目前的董事長叫吳當傑 是我們經濟部所掌控的 所以對於這樣一個觀影色彩這麼濃厚的一個銀行企業 對於我們歷史建築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是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非常遺憾 就像我昨天到華南新村政大那邊 去了解華南新村他們要蓋法學院 我說華南新村是德國式巴奧斯主義建築風格的特色 是台灣具有建築特色的一個建築群之一 你身為一個政府單位 大學基本上是廣義的政府單位 應該有維護或捍衛歷史建築的這樣的一些義務跟責任 我覺得這句話也應該給華南銀行 華南金控來做一個參考 那麼關於建築物本身是否符合歷史建築 我想我們完全尊重文治委員的決議 第二 華南銀行對於文治委員會議的決議 竟然以行政訴訟的方式去處理 我覺得非常不適當 那麼樹苑被駁回了還要繼續考 第三 我們文治委員在106年1月12號到現場的時候 華南銀行一開始以說有考試院五院長家人在內為由 不願讓文治委員進去 那後來經過溝通協調以後 也只願讓他進去一樓 為什麼 我非常在意 因為行政法院的法官當時在判決的時候 他說因為我們的文治委員沒有入內 所以你怎麼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 你怎麼知道判斷它是歷史建築 那華南銀行又繼續用政府方式 不讓我們的文治委員充分了解 整個內外的包括二樓的歷史建築 他的內部的狀況的家 這樣一個狀況 我覺得光真一點 我個人也是